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赌博研究所 继续和大家来说 未来2月26日星期日沙田赛马日的赛事 这次我们的系列叫做连赢及位置Q过关二穿三 和大家买过关买回两关 至于我们买到的第一关就是这一场第九场 这一场第九场就是我们的香港经典杯 四岁系列赛跑草地A加三千百米的赛事 这一场是一场杯赛 也是一场相当值得大家关注来看的赛事 相信这些赛事肯定会很精彩 肯定是值得看 肯定是值得大家留意 所以也想和大家来分析这一场赛事 今场马有十四只马匹 都相当多马匹 十四只马匹 都满了马匹 重要的 今场马其实都很多实力马 相当多实力马 你看到很多匹马最近都说 有赛职 甚至是赢马 好像这一只二号的熬油气泡 熬油气泡这一匹马 最近都说能够赢马 这四号的智胜者强 最近他说能够排入架 还有最近六场都说三win 一个第二 两个第三 又是成绩相当好 再数了 就是说去到这些八号的新力高升 这批新力高升最近是说三win 极枝那么强 没脱过头三名 最近三场都说没脱过win 很厉害的马匹 之后去到九号的枝竹上落 也说最近赢过 十号的安御 最近都说跑得好 跑第二、第一 这样回来的 所以你这样数一数 其实今场马最基本 已经是说有五匹马 最近是很有成绩 很有赛绩的了 所以都是一些 奇古相当的场合来的 那么多实力马来跑 那么军势 那么到底今场马 我们会选到哪些马呢 其实今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选到的马匹 就想捉住这只二号的 澳油气泡来买 其实原因是相当之简单的 大家可以先来看看 澳油气泡的赛绩 其实这只澳油气泡 在今季跑了四场 而这四场里 他都说不断跑沙田祖里赛事 至于路程方面 由千四到千六位来跑 班次说不断跑三班 甚至四岁系列赛事 而成绩方面 这一只马 就是做过两个第一 一个第二 一个第三 即是说这只马 在今季 是未脱过头三名的 成绩非常之好 而这一只澳油气泡 其实上仗 就已经是赢了马 当时还要是由假结尾 去骑的 我认为 其实这只澳油气泡 上仗的这一场头马 是极之高水准的 假结尾也是说骑得他相当之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这只澳油气泡 上仗到底是如何发挥 如何来骑先 澳油气泡 就是这一只 11号马匹 绿蓝间挑衫 白色袖 白色帽 白色帽的这一匹马 就是他了 我们可以看看 假结尾上仗是如何发挥 这一只马 上场假结尾就是说 将他摆前来走 自己一只这样放 这些跑法肯定是说没有问题的 之后 沿途假结尾也是说 一路这样骑的 总之就是说 摆头来对走 目标就是说 弹脱后面的对手 到最终 转弯入直路的时候 你会见到 其实这一只马 就真的能够做到 真的做到 用摆前走的跑法 主动的跑法 带脱后面的对手 赢了很多回来的 基本上后面那些马 都跑到完全没得跑 你看这只奥游气泡 假结尾一路比下去 那只马一路都有 远远带脱后面的对手 过几马位回来的 在这些赛事 那么多实力马的场合上 这只奥游气泡 居然能够 赢得这么轻松 放了假结尾 赢得这么轻松 所以未来的这一场 这一批奥游气泡 我觉得真的要捉住它 因为大家 看回奥游气泡 上将的第一 是赢哪些马 其实这只奥游气泡 上将的第一 是赢至性者强 包装必胜 重草成名喜王区 蜘蛛常乐和马佬 这些马 整堆实力马 这只奥游气泡 都能够赢得到他们 是吧 而且大胜他们 赢得到第二 都过几马位 其他那些更远 所以我觉得 这只奥游气泡 真的很强 而且 其实未来这一场马 再出的对手 都还要是他上将 赢那些 是吧 大家数一数 其实奥游气泡 不是赢过未来同场的 智胜者强 喜王区 知足常乐 马佬 美丽宇宙 魅力之遇 当年情 一代天骄 以及旗次斗士 是吧 即是说 未来同场 九匹马 是足足九匹马 这只奥游气泡 上将都已经是赢过他们了 所以 以马论马的话 这只奥游气泡 肯定在未来这一场 称先 是吧 因为上将的赛事 是说 跑平榜赛 大家看看 这只马都是说 背着126磅来跑的 除了一代天骄之外 一代天骄 上将就是说 背着122 但是未来这一场 就是说一模一样 是吧 全部马都是继续 背着126磅 一代天骄 背着122 所以 富榜是没有变过的 继续跑平榜 继续来到去 和这班马斗的话 我觉得这只奥游气泡 肯定是说 有机会的 这次还要是说 特意安排假结尾 骑上去 那这匹马 这次特意再次 请到假结尾 来去骑 那就肯定是说 想赢的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 无端竟请假结尾 回来托 上将这只奥游气泡 都是说特意 请假结尾 回来来去骑 最终就是说 能够赢得到 所以这次他再请假结尾 来去骑这匹马的话 我觉得他的目标 就是这一场 他想在未来的这一场 四岁系列赛事上面 再赢 所以这次这匹马 我觉得 要抓住 因为他这些马 他的跑法 是很适合假结尾 来跑的 放头走 放头跑 一放到底回来 这些跑法 是很适合假结尾 假结尾 在外地赢的 很多场头马 大部分头马 他都是用一些 主动跑法 来跑而去赢 所以 这只马 是非常适合他跑的 放回他上去 是适合的 我觉得 虽然说 今次就是说 真情来跑 跟上将 那个路程 就是说 有少少不同 上将他赢的 就是说 跑1600米 今次就是说 跑1800 增多了200 但是 大家真的留意 这只奥游气泡 今季的成绩 其实今季 你看 他跑1400米的时候 是说 跑第二第三 是吧 而他一增多200 增上1600 他是说 连赢两场的 所以这只马 很明显 就是说 增长少少来跑 是比较好的 今次这只马 再增多200 来跑的话 我觉得他未必是说 不行 因为你看分 这只马 他的血统 其实这只马 他的血统 他没有在那边 是说 赢到1900米 1900米 都是说 能够赢得到 所以今次 1800米 都是说 在1900米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相信 这只奥游气泡 再增多200 应该都是说 能够应付到的 更何况 他上场跑1600 赢得这么轻松 大胜后面的对手 所以我觉得 这次跑1800 有机会 是说 都能够照赢 都不出奇的 今次这匹马 也是说 能够排着个 綠档靓档来跑 绠档配 假结尾 我觉得整个配搭 都是说 好的 这只马 再加上 这只奥游气泡 其实今次赛前 都是说 直接试货杂 才出来跟你跑 这只奥游气泡 这次赛前 是先试货杂的 2月17日 他就由 毛显东试过 1200米杂 当时 这只奥游气泡 也是说 很轻松 摆前来走 就一放到底回来 又是赢杂的 所以我觉得 这匹马 今次 无论是说 最近状态 整体的配搭 都是说 极之那么好 所以我们第一只会 选到的马匹 都选回这只奥游气泡 来试一试 看看 今次 再请到 假结尾 来到他騎 这匹马 能不能够 是说 再次赢得到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 选择到的马匹 就来说 我们第二只会 选择的马匹 我们第二只会 选到的 就想选回 4号的 智慎者强 来去买 为什么今次会 选择这只马匹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这匹智慎者强 其实最近 也算是有表现 是吧 这只马 在今季 兩win 一个第二 成绩相当之好 最近 在1月29日 跑沙田组 1600米 4岁系列赛事 放到加里上去 他都能够跑第二 是吧 最后也算是 有些追势 智慎者强 虽然也算是被带掉 但是 也算是有些追势 智慎者强 就是这里的 蓝衣蓝帽 10号马匹 这只智慎者强 头段就是跟在3-4位 去到转弯 入直路 他拿出来 去冲 最后也算是能够跟到第二名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只智慎者强 其实上将的表现 也算是不差的 加里奇都有这样的成绩 其实他算是强的 今次这只智慎者强 放了潘顿上去 即是放了这只马 今季 两边骑他 两次赢他的赢马 拍档潘顿上去 我觉得这只马 是要买 是吧 因为这匹马上将 他纯粹只是说 输给一匹马 输给奥游气泡 但是同时 他也说 赢过来到同场很多匹 刚才数过给大家看 奥游气泡 就是赢过来到同场9匹 这只智慎者强 也算是赢过来到同场8匹 所以我觉得这只智慎者强 在来到一场 都能够称得高 更何况今次 就是跑1800米 跑到1800米 这些赛事 我觉得随时 就是说 对于这只智慎者强 来说更好 虽然说 这只马 其实两季了 一直以来 赢的路程 都是说那些短途 1400 但是 其实我觉得 这只马 是懂得跑1800 他跑1800米 是对他的 fit他的 为什么这么说 呢 因为你看看这只智慎者强 他的血统 其实这只马 他父系那边 是说 爷马路程 由1600米 去到2400 或者是说 一里以上的路程 甚至是 比较长一点的路程 不是说 那些千四短途 所以这只马 他的血统 都是说 对跑长途 跟何况你看看 他的同富系马 好像那只 时时有余 同富系马 时时有余 时时有余 这一匹马 其实都是一只 赢1800米的马 你看看 这只时时有余 不是在之前 10月28日 跑1800米的二班赛事 能够赢得到 是吧 他跑了很多场 很多路程 他都赢不到 唯独是1800 所以我觉得 这只智慎者强 其实都是说 有机会 合跑1800米的路程 是吧 随时是说 1800米的路程 才是他最正宗的路程 都不奇怪 所以我觉得 今次这一匹马 真情来跑 真到1800米 放回潘顿上去 整个配搭 都是说合买的 放回赢马拍档上去 我觉得他随时 是想保重的 这只马 都是说 有个目标 想保重的 这次他条件也好 排着一档 很漂亮 来跑 你都不要说他不着 是吧 排一档肯定有着 贴着条欄 都省了 而且这只马 赛前 亦都是说 试货杂才出来跑 这支智慎者强 其实赛前 都是说 由潘顿亲自 坐上去和他试 试过 1200米的 当时在这货杂 这只智慎者强 都是说 留住留住 最后就跑第二回来 成绩都叫做不差 最近都是说fit 都有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只智慎者强 今次都可以继续捉住他 所以我们第二只会选到的马匹 就是这四号的智慎者强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投两只会选择到的马匹 之后 就来说我们第三只会选择的马匹 就想选择一下蔡若翰的五号 魅力之鱼去买 为什么今次会选这只马匹呢 我们先来看魅力之鱼的赛籍 其实这只魅力之鱼 他最近那场的赛籍 不是说那么好的 最近1月29号 他跑沙田组的1600米4组系列赛事 排着个二档 配上莫雅 配上莫雅 最终都只不过是说跑过第八 配莫雅都跑得那么差 跑过第八 回来 未来这一场 他换人了 不再是说配莫雅 反而是说配过加利上去 看骑连配搭 好像是说更弱了 但是为什么未来这一场 我们都照样 会选这只魅力之鱼来买呢 其实 我认为 虽然 最近莫雅的马匹 就是说跑过第八 跑得很差 但是其实绝对不可以忽略这些马 因为 如果你真的认真一点 看回莫雅上将 怎样骑的话 其实我认为 莫雅上将的发挥 不是说做到最好的 上场他骑这只魅力之鱼 那个表现 我觉得真的 不是说那么理想的 为什么说呢 我们一起看莫雅上场 如何骑这只魅力之鱼 魅力之鱼上场 就是排着二档的 魅力之鱼就是五号马匹 指三粉毫帽的这一匹马 大家看得到 其实在头段时间 莫雅就是说 将这只马 放在二叠 大约 第八位左右的位置 这样来跑 这只马 这样来跑 到底是否一个 好的发挥呢 因为这只魅力之鱼 其实我觉得真的值得相确 因为今场马 这只魅力之鱼 是说排着个 靓档二档来跑 你排着二档 靓档 你居然是把这只马 留到那么厚 是吧 放在八位这样来跑 喂 是不是真的对 这些跑法 因为这只魅力之鱼 之前赢马的时候 是折得很前的 他很多将跑得好的时候 都是折得很前的 所以其实这只魅力之鱼 上将牌二档 应该是说 执回前少少来跑 才是说比较好的 但是他上场不是这么做 反而留了后 还要去到转弯入直路 你看看他怎么跑 这只马上次去到转弯入直路 他是说踏轨出去 是不是 现在都跑着个 四五叠这样来踏的了 踏到几出一下 和里面那些马 都有段距离 跑大赛 都这样跑的 正路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 你跑大赛 都不会像平时普通的赛事 跑到老远 但是居然这一场马 他真的这样跑 还要放到莫雅 都这样跑 所以我觉得 莫雅上将的发挥 其实不算是这么理想的 所以导致了 这只魅力之鱼 就只能够 跑一个比较差一点的名次 跑过第八 那就输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只马 其实未来这一场马 再出 是说可以留意它 因为 你看这只魅力之鱼 上将真是头断 虐射 后来好像没有跑过 那样 摇摇摇摇 回来 只是推 但是未来的 这一场马 他飞起莫雅 放个懒本骑士 加利上去 我觉得这匹马 有机会是爆 有机会是放个懒人上去 他才是吃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留意 这只魅力之鱼 以往的赛事 你真的撇除了 他最近的第八 撇除了他最近的第八 这只马 其实在今季 是说四分 两个第二 四分两个第二 大佬 跑六场 是六场都能够入到Q 撇除了他最近的第八 所以这只魅力之鱼 是一只赛事很稳定的马 很有实力的马匹 还要再加上 他是由1200到1800米都会跑 是吧 他由1200 赢到上1800 所以未来的 一场马 他跑1800米 沙田草里赛事 他都肯定适合跑 沙田草里1800 他赢过了 你不需要担心 他不会跑这些路程 所以我觉得 其实整体来说 整个配搭 这只马是适合的 是吧 未来的这一场马 如果他不再是用上将那些跑法 流后的跑法 来跑 用回之前赢马的跑法 跑1800米的赢马跑法 执回前在二三位来跑的话 我觉得这只马 有权变身 真的有机会变身 这些马 这些马 还要被他排成七档 七档这些马 都是中规中矩 不差的档位 相信他放在前面走 应该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今次这只 魅力之鱼 都要看实他 蔡若翰又放两只马 随时 今次 就到这一只马 跑得好 所以我们第三只 会选到的马匹 选择蔡若翰的五号 魅力之鱼 来试一试 好了 讲完我们过关的第一关 就来讲回我们的第二关 我这个第二关 就会买到这一场的第二场 这一场第二场 就是我们的三班 泥地 1650米的赛事 来的 在这一场马上 其实我们一早 就已经出了一条单Q给大家 那个系列的影片 就叫做单Q一窗过 即是说 螢光幕上 现在的这张图片 基本上大家只需要 去我们的channel 按下这一条影片 又或者按下右上角 就像Ig的提示 就可以找到我们 单Q一窗过 这个系列的那条影片 在单Q一窗过 这条影片里面 基本上 有我们的详细分析 我们会讲 这一场马上 我们会买哪两只马匹 以及 为什么我们会买这两匹马 如果未看的朋友 可以来到去看 至于今次 我们的投注策略是怎么样 我们会怎么买这条过关呢 基本上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买回 连赢 及 位置Q 这个彩池 之后 买回过关方式 二穿三 将两关的马匹 来到去做一条二穿三的过关 那就可以了 对了 今次就是这样买了 如果大家和我们同路的话 都不妨试一试这条过关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赢钱 我在这里祝大家 赢多一点 这条片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 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